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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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入龙汇宝网站3w.66a9.com,或拨打400-025-0245,订购吧。 哎呀,你提这问题,我太烦了,绝对没有,你是坦诚的,所以老师都愿意学生提出问题,所以我说这是有心人,你回去以后告诉同学们,就是怎么样做一个学习的有心人,你这样才能够进步的快。 谢谢徐老师,我一定把您的这做有心人的这个方法,我回去带给我们这些同学,好,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今天可以开诚不公的说话。 说一说,随便聊一聊吧,啊,嗯,徐老师,我有一个问题,向您请教,如何把这个临摹,能临摹好,所以就是探讨一个正确的方法,嗯,这个临摹呀,实际要掌握三个要点,啊,这个第一个,就是呢,这个整临,你比如说我们后面有画,我们教材里面呢,呃,也有一些作品,啊, 教材里面有作品,啊,呃,首先可以整临,整临注意什么呢,整临是整副的,啊,整副临,啊,呃,你看看,它这个原作大概是多大的,有一些是四尺对开,啊,你就拿四尺对开的去临,啊, 啊,要整体上注意构图,注意位置,啊,注意气势,啊,然后你再注意笔墨的处理,色彩的处理,啊,提款在哪,啊,这个整临,首先追求一个整体上的像, 第二个环节是什么呢,叫截临,截取其中一个局部,如果你觉得这张画,哎呀,这个公鸡,我喜欢,那个麻雀画得很生动,你啊,呃,多大纸都没关系,但是呢,就说,呃,临的跟那个原作的差不太多的大小,啊,就临个局部,啊,这个局部,要求特别深入,啊, 你把那个运用笔到精神头,它那个精神都给它临出来,你才真正的去学到东西了,啊,这是第二个环节,第三个环节是很关键的,往往很多初学者啊,是忽略的,就是背临,背临,墨写,这张画我看完了以后,好了,我放到一边去,你脑子里有多少东西啊,你对他的印象怎么样啊,你这时候, 你按照这个意思,整个画一遍,啊,整个画一遍的时候,也可能有你自己的东西在里头,好,啊,咱们允许也提倡有自己的东西,啊,但是也有一些关键的地方,你可能掌握的还不太好,啊,呃,还不够精彩,你背临完了以后,对着原作再看一看,找找差距,你就把自己的画当成别人的画, 啊,啊,呃,你就挑毛病吧,使劲地挑毛病,啊,对自己,千万不要,就说我谅解自己啊,还鼓励自己啊,你鼓励干嘛呀,啊,呃,挑毛病,啊,一看哪儿哪儿不对,哪儿哪儿,我下一步怎么努力,啊,欧阳忠实先生啊,有一句话,叫,要学会,咽过拔毛, 你就拔,你拔了以后,嗯,使自己,这个,这个,语意丰满,啊,学东西嘛,到处吸取营养,最后你自己茁壮成长,是这个目的,所以,临摹太重要了,这也行,是吧,呃,重视临摹很好,是吧,呃,你可以得到法,呃,然后呢,你得到法以后,完了, 以后咱们在讲课过程当中,还要告诉你,怎么样把这个学的东西消化,变成自己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你才是真正是自己的,哎,能进步,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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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挺好啊,呃,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咱们提一提,好,谢谢,哎,徐老师你好,啊,我还有一个问题,呃,今天讲课呢,有一个问题,您提的,就是写声和诗造化的问题,嗯,嗯,嗯,我要请教您一下,这个,这两个问题,嗯, 就是,具体还有,有没有什么关系,好,你这个问题啊,提的挺好的啊,一个是写声,一个是诗造化,但是我觉得呢,是一个问题,啊,这个古人呢,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学习画画啊,有两个老师,两种,啊,一种呢,就是在课堂上,给咱们讲课的老师,或者是,呃,明家留下来的作品,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 呃,这个老师的特点是什么呢,呃,就是说,教你计法,领你入门,帮助你提高的,这个老师,另外一个老师呢,就是大自然,什么叫造化呀,造化指的是大自然,你要去感受,你在感受过程当中,你才有新的,你的想法,这个感受,那就是,你要到大自然当中去, 去观察,去写声,去看,古人讲啊,叫目时心迹,就是目指的是眼睛,时,就是观察,认识,你观察了以后,记在心里,啊,我们是外师造化,终得心缘,啊,你把观察的东西,你搁在心里以后, 和你自己内心的感情结合在一起,功德心缘,最后,你泼墨,做画,啊,所画出来的,是你的,新的东西,啊,所以这个,两个老师,两类老师,特别重要,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我们都是北京人,是吧, 北京你在五月的时候,能吃到琵琶,这个琵琶呢,个儿也就这么大个儿,啊,黄吧,也不是说特别黄,黄中发绿,我以前脑子里的琵琶就是这样,啊,这次我到神农家去写声,我一看那个琵琶树啊,有两丈多高,树棍非常大, 那个琵琶果长的呀,是,呃,千姿百态,你知道那个琵琶有多大,大个儿的像鸭蛋,我一看,哎呀,这个琵琶长得太好了,我拍了很多的片子,回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教材上的画,又重新画了一遍,因为我有感受了,啊,我凭印象画的,总是概念的,是自己的理解,这个呢,远远不如大自然当中的美,啊,所以最后再画以后呢, 我就觉得,啊,把我所观察的结果画出来了,这就是诗造画,啊,从老师那儿学技法,在大自然当中找感情,找冲动,最后你画出来的,你能够大动人心,这就是艺术,呃,以后你这个采缝的时候啊,注意啊,这个一个是观察,啊,多看,多分析,这就是指的是物理, 物理,物是这个,呃,你食物的物,啊,这个物体本身,理呢,是它的生长结构,它的样子啊,是什么样的,琵琶的叶子很大,很硬,啊,琵琶叶子啊,它不像桃树叶子,桃树叶子软软的,啊,外形差不多,那我们在运笔的时候,呃,桃子的叶子怎么画,琵琶的叶子怎么画,那力度不同,是吧, 这是物理,然后再看它的物态,它长成什么样子,啊,在你心里头,你要记在心里,最后还要看到物情,你看到这个植物以后,你有什么联想,你有什么感触,把你的感触画出来, 用你的感触,去打动别人,这才叫艺术,是吧,所以呢,目时心迹,地点很重要,同时,你戴着相机,这样呢,几个方面结合起来,看,照,画,三方面结合起来,你这个进步会很大的,很快的, 这个,看来同学们啊,都在学习上啊,很用心的,是吧,呃,接着说,咱们还有时间 我就想问,这儿是那么几个问题,嗯,就这个阶段性啊,它到底分那么几个阶段性,嗯,它的特点是,嗯,嗯,嗯,呃,确实在学习花鸟画的过程当中啊,有阶段,我们把整个的过程,分成三个阶段 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我们和品评一幅作品是分不开的 你比如说我们品评作品 有的作品叫能品 什么叫能品呢 能品就是告诉大家我会画什么了 有些人画牡丹花就是个牡丹花 甚至于提款还写上牡丹花 我觉得这个就有点太一般了 就告诉人们我会画这个 这是能品 还有一种呢 就是妙品 笔经莫妙 画得很翘 很有情 有情趣 这个呢 可以说是这个妙品 让人看了以后呢 是也知道画的是什么 也从中感受到这个笔墨的韵味 又有情在里面 这个作品呢可以说是上升了一个档次了 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了 已经很妙了 到最高阶段的时候要把法抛弃掉 无法了 那个就是异品 到异品阶段 抛弃法的束缚 随心所欲的去倾束 那时候你画的是什么 画的是情 最后这个情扑面来 去感染人 但是你这画面上非常简练 非常潇洒 这是达到了惊了 是高级阶段 但是每个人 我不能说我超越某一个阶段 你必须老老实实的下功夫 最后才能达到这个 所以我觉得你先从能入手 就是我先学会怎么去画 然后你再读书 读诗词 你把你的这个画提高一个品位 增加文学内容 能够做到必经莫妙 这是第二阶段 等到一定程度以后 你万乎所以了 你再完全凭着情去画 但是这个阶段呢 作为一般人来说 不容易达到的 你也不要急于求成 人书俱老 这是古人呢 这是孙国庭在书谱里面 一个一个名词 人书俱老 就是说修养大 到了一定程度了 以后自然而然的 你就不受法的约束 你能够感情的流露 书为心话 比随心运 到这种程度了 自然的妙品就出来了 别着急 慢慢学 书画可是一辈子的事啊 那个大家谈的都挺好的 看看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一块来提一提 徐老师您好 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 我是中国花脸化研究院的研究生 现在呢 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 怎么样形成个人风格 个人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想请教您 这个个人风格是什么呢 个人风格就是自己的方法 自己画自己的画 最后形成一套呢 就是自己的表现手法 自然就形成风格了 每个老师有每个老师的画法 有他不同的风格 同时呢 也有他不同的题材 在这点上啊 这也是值得我们去动脑心啊 那应该怎么去做呢 从几个方面做啊 第一个 你在大自然当中 你去挖掘 能够打动你的新的一种题材 不一定说别人画牡丹 你也画牡丹 啊 呃 这个人云以云呢 啊 你挤在这里面 也也很可能 有你的一席之地 你这个一席之地怎么来的 那就说 我要 比你们画的好 你比如说 七白石先生画虾画的很好 你画画可以 但是你要说 我在画虾上 我去超过七白石 你何必呢 七白石已经先入为主了 啊 你们啊 可以学笔墨 呃 学他的思路 但是不一定 在这个题材上 完全按照老师的去做 还有呢 就是说 在表现技法上 你要挖掘 啊 怎么去挖掘啊 就是说 你的性情 你的脾气 是什么样的 你比如说 我们学画这些同学啊 有的人呢 是这个心情很开朗 啊 呃 生活上大大咧咧的 啊 这个 呃 不管不顾 他可能画得很放 啊 所以这个是什么呢 画如其人 你不要去装 啊 你本来是一个很文气的人 你装成一个 呃 很这个这个 像个武将似的 你装也装不像 呃 当然 我们在这过程当中 还要培养 培养你的脾气 改变你的性格 你这样的话呢 你随着你性格的培养和提高 把你的画风逐渐逐渐的去完善 啊 所以呢 就是说 呃 这个问题要考虑 做到两个挖掘 逐渐逐渐要用文火去炖 啊 呃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 自然风格就形成了 所以要有这个呃 思想准备啊 就是说我坐十年能板凳 有这个决心 是吧 我不急于求成 但是我扎扎实实的下工作 最后 形成风格 那是必然的 谢谢许老师 呃 通过您刚才的一番话 看来我的这个问题呢 不是着急的事 您刚才说的这些非常经典 也是我们学习 呃 写一花鸟块的法 谢谢您 许老师 可以 你好 许老师 我还想有一个问题 想问问你 这次的这个 那个教材出版了之后呢 我们一定会对许多人 有很多帮助 但是其实